有人有義務要做某些事 用回生存權利做例子 如果我有生存權利 有人,不是所有人,是有些人 有人有義務要拯救我生命 當我生命有危險的時候 那是兩個不同的意思 而我們一般講權利 當然是包括消極權利 但是是否包括積極權利 可能是depends on that case 就是看情況而定 或者有爭議 我用你的例子去解釋 消極和積極的分別 我們有受教育權利 或者香港的小孩子有免費教育權利 如果是消極權利的話 就是所有人有義務 不阻止這些小孩子受教育 比如說,如果父母不讓小孩子上學 就侵害他們受教育權利 如果是積極權利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有人有個義務 要提供一個讀書的機會給小孩子 如果在香港這個情況 這個人當然是政府 政府有個義務去建學校 去請老師去搞小孩子 不是政府就侵害了 或者剝削了小孩子讀書的權利 就是我們會這樣說 剛才我說,一般我們說權利 就是有消極的意思 但是是否包括積極的意思呢 就不一定了 就是看你說甚麼權利 比如說我們說生存權利 一定有這個意思 就是所有人有義務不傷害生命 但是是不包括這個意思 即是不包括積極的意思 為甚麼呢 因為你想想甚麼 就是如果我有生存權利 是積極的這個權利 那有人有義務要拯救我生命 當我有危險的時候 如果他不這樣做 他就是在傷害我這個生存權利 我舉個例子 例如說 如果有人淹親 那我剛好走過 我有能力救這個人 那如果我不做 我就傷害到他的生存權利 因為這個人就是我 我有義務要拯救生命 那如果我不這樣做 我就不道德 或者我就甚至是違反法律 因為基本權利 是一定要得到法律的保障 這個人都說了 這個人解釋了 就是積極的權利其實是有爭論 剛才用了生存權利組的例子去解釋 好了 另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今天講很多權利 即不是基本權利 有很多其他權利 但是越多權利 那就越多權利的衝突 情況就會發生 例如說 我經常都見到一些例子 例如在巴士上 有人就大聲說話 有人就說 你不要那麼吵 一個人就說 我有言論自由 一個人就說 我有不受騷擾權利 那權利有衝突 或者現在我們經常講 知情權、私隱權 也是有衝突 我有私隱權利 但我有知情權利 你明白嗎 好了 那碰到權利衝突 那自由主義怎麼解決呢 自由主義的解決方法 就是用 剛才講的不傷害原則 和公眾利益去判斷 即是 沒有說哪個權利特別重要 或者凌駕其他權利 那我們怎樣判斷呢 就是在這個情況下 用這兩個標準 就是不傷害原則 和公眾利益去判斷 究竟哪個權利有優先性 我舉個例子 這個例子就是 Mary已經結婚了 又五個小孩 現在又懷孕了 她就照顧不了那麼多小孩 想墮胎 假設現在胎有生命權利 究竟媽媽的自主權利 是否可以凌駕胎的權利呢 那我們就要用不傷害原則 和公眾利益去判斷 如果你真的衡量的話 其實就應該有胎的生存權利 是重要過媽媽的自主權利 因為傷害的胎會比較重要 在這個情況下 或者第二個例子 譬如建思台 播放一個關於妓女的紀錄片 是偷拍的 有沒有得到他們的同意 就播出來 有沒有她的樣子 有沒有打格仔 那些妓女就投訴 就侵犯他們的私隱權利 但電視台就 就說這個是言論自由 或者觀眾有權利 知道真相 即是現在是私隱權利 跟言論自由 和知道真相權利 知情權利的一個衝突 如果我們用回 剛才說的不傷害原則 或者公眾利益呢 其實這件事 就不涉及很大公眾利益 如果你打格仔 其實不會損害公眾利益 所以在這個時候 如果你播放那些 他們的樣子出來 就會傷害到妓女 很大的傷害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那就變成那些妓女的私隱權利 就大於言論自由 為了觀眾知道真相權利 那就是說 究竟哪種權利最重要的呢 就要看那個具體情況 如果我用回最近 譬如說 唐年年那個例子 唐年 譬如他 即是假俊地Defend 他說 他的私隱子 私隱子 是私隱子 這樣 我們就 我們有知情的權利 這樣 我們用回公眾利益 因為他有可能做特首 那我是不是說謊 可能就很影響公眾利益 那時候可能 就不是私隱權利大 過我們知情權利 我不是說一定是這樣 但起碼這個案子 可能就能爭辯了 好了 跟著我們說說 對於自由主義的批評 對於自由主義的批評 主要有兩方面 一方面就是來自馬斯的社會主義 即馬斯思想 另一方面就是社群主義 另一方面就是社群主義 剛才我們說過 其實自由主義 就是對應著資本主義的 自由經濟社會 在這種經濟之下 一定是貧富懸殊 注定了 一定是經濟不平等 雖然法國法革命的理想就是 追求自由和和平 我們都當成一些很重要的價值去追求 但其實本質上 自由和和平 合遂 自由和平等 這兩個概念 是有衝突的 即是說 如果人類多點自由 就會少有些平等 如果多點平等 其實會少有些自由 舉個例子 例如我們說中學的學位分配 如果我們用抽籤的方法 其實會實現更多的平等 因為那些好學校 就不會被中上階層壟斷了 即是低下階層透過抽籤 都會有機會去到好學校 但這樣做 就會想損耐家長和學生 去自由選擇自己喜歡學校的權利 當然自由主義認為自由最重要 但馬克思認為平等比自由更重要 剛才我提到貧富懸殊的問題 資本主義已經注定了貧富懸殊 即是說那些高上階層 就佔有大部份的社會利益 但這個社會不平等 又會影響下一代 因為高上階層 他擁有多些社會利益 他擁有多些權力 他的下一代 又有更多的機會 去到上層階級 即是透過教的 去到好學校 結果階級延續 下一代又會發生 即是說貧富懸殊 差距越來越大 一越越大 其實你看回香港就是一個例子 為何貧富懸殊會越來越大 那自由主義如何回應這個批評 經濟不平等 自由主義都會認為平等重要 但他們說的平等就是限在政治權利上 即是人都有這樣的基本權利 人都有生命、自由、財政基本權利 這是平等的 人都有這些權利 碰到經濟不平等的問題 自由主義就會認為這是合理的 不過他強調就是機會平等 即是我們不可以剝削 譬如女性求職的機會 他強調是機會平等 之前我說有兩種自由主義 如果是平等那種自由主義 他面對經濟不平等的問題 他的反應有少許不同 他認為他最有平等就是出發點 盡量做到平等 舉例譬如說 現在我們很多內地來香港新移民的子女 由於社會的文化差距 他們一般是比香港受制 這種重視平等的自由主義 就要求在起步點幫受制